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之间 分裂急剧加深 特朗普对彭斯感到愤怒 彭斯则因为特朗普的行为而感到失望 周三 彭斯主持国会联席会议时 他的妻女都在现场 消息人士称 当时几名闯入国会大厦的特朗普支持者 在走廊中疯狂地尖叫 麦克·彭斯在哪里 这吓坏了副总统和他的家人 之后副总统等人被紧急带离现场 然而在此期间 特朗普和他的高级助手 几乎没有一个人致电彭斯 询问他和家人的安危 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和他联络 过去几周以来 特朗普一直在向彭斯施压 要求他帮助自己推翻选举结果 并错误地声称 副总统有权在主持国会联席会议期间 单方面否决某个州的选举人票 彭斯则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据报道 彭斯的不满情绪不断地累积 并在周三国会骚乱爆发以后达到了顶点 俄克拉河马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 英霍夫如此表示 他同彭斯相识很久 从来没有见过彭斯这样愤怒过 彭斯认为 他为特朗普做了很多的事情 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